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均现了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 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各位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 什么是MCP的Server MCP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在使用一个 对话型的 不管是 ChartGPT 还是GOOGLE GIMMY 还是Cloudy 通常我们在跟他对话的时候 他只能执行单一的任务 那我们如果有多项任务 要叫他做的话 我们还要再去别的地方 把要叫他处理的资料丢过来 还是怎样 那所谓MCPServer呢 它就是有一个统一的接口 它可以去串接各种不一样的功能 比方说网路发重的功能 还有这个天气的API 还有计算机这样 它就是把一个接口给自制化 那我现在来讲这个M8N的MCPServer要怎么用 我这里呢串接三个功能 那你要串多少都是可以的 它这个Tool下面呢 就有很多的MCP工具 有Tool的都是MCP工具 你都可以直接去串 有很多 那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个网路上也有很多人讲 那我就讲一个大概就是 比较少人讲到的这个网路扒重 好 就是说呢 你如果要串接的工具呢 在这里找不到的话 那还有就是HTTP这个Request Tool 就是这个 这个呢 就是我串的这个一个扒重的工具 我让它多了可以搜寻的功能 这样可以让它去帮我找资料 那我们现在这个计算机 这个工具不用设定 这个很好 直接串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OpenWeather的这个MAP 这个呢 就是一样 你要再去串一个这个凭证 那这个Assess Token要怎么用呢 首先呢 我们要到这个网站 好 首先我们要进来这个OpenWeather的网站 在这里呢 有免费使用的方案 这里有一个Free 那大家用Get API Key 注册一下就可以了 你用email 然后名称 立马 随便 然后记得这两个要打勾 然后注册完之后呢 记得要去email收这个认证信 你按这个认证之后呢 你按这个认证之后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API Key了 就是在这个 这里有账号 买API Key 这里然后就可以去Copy 按复制 贴过来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我们都用自动 值得注意的是说呢 这个City呢 我们按这个星星 它也是自动 然后语言是ZHTW 就是繁体中文的意思 然后语言是ZHTW 然后语言是ZHTW 那这个程式制度呢 要注意的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是怎么辨识的 这个是伦敦 然后这是英国 就是英国伦敦的意思 那这个呢是新竹 然后TW是台湾 也就是说呢 它都是用英文下去抓的 我给各位看我的结果是怎样 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Countries 台湾 然后NAM 就是高雄City 它这个都是英文 那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呢 都是用中文问答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在 这个AI Agent 这个提示词这里呢 方纳线写好这个 系统的辅助讯息就对了 那我这里是写人 他是台湾的旅游助手 可以查询天气跟网络景点 那查询天气的时候呢 如果 那个使用者有说到地点 那 你一定要把这个地点 转成这个格式 就是基隆台湾 台北台湾 就看使用者说哪里就对 然后他自己呢 才会去这个open weather map 转成英文 才可以这样子正常的查询结果出来 这样 那我们要说的就是第二个这个爬虫工具 这个爬虫工具呢 其实是一个 FileCore 一个也是免费的 API 然后 他有这个爬虫的功能 他有四个功能 有一个 一个是这个 爬网页 这是爬网页 你可以把网页丢给他 然后他就帮你爬 这样 那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这个可以爬这个网站的 这个可以爬这个网站的所有职网页就对了 那 我们 这个是 MAP 是网站的地图 那我们主要是要用这个 搜寻 search 就是找的 我们就是要让他去Google找就对了 就是让他找 这样 那 这里呢 他有CUR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CURL的代码 我们要把这一串呢 呼叫 的 这个 网址呢 贴过来 贴在这里 UIL 然后一样 我们要再用这个认证 创一个认证 然后用header 这个标头认证 然后一样也是就是创一个认证 那 Name呢 Name就是这个 Ossolution 这个 授权 Ossolution 这个 这个 Key呢 我们就是要复制这个Key 过来 这个Key 复制过来 是这样 那我们要把后面这一串 替换掉 用我们自己的Key 就是这里 你如果注册账号 你如果注册账号 就可以直接用他的API Key 那他这个要怎么注册 一样我会把网址给各位 然后 一样我会把网址给各位 然后大家再自己去注册就好 注册很快 你有Google账号就可以了 有没有 你有Google账号就可以了很快 那 我们就是把那个Key给贴进来 然后就可以这样直接使用了 那 唯一的问题就是说呢 我们要再做这个Body的设定 我们用这个Json 然后下去设定 那这个设定要用什么呢 就是这一串东西 这一串就是我们要的Body 那这个复制贴过来之后呢 记得这里要改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要让他查 我们要的东西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在这里再增加定义 然后把这个呢 我们要找的东西呢 直接把它放到这里 这里要大括号 这个要大括号 就是这个 这个子 这个name呢 是可以替代的意思 然后这个描述你就随便写就好 上面这个描述你也是随便写就好 这样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真正在执行的时候呢 它会怎样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word有没有 查询的word新竹景点呢 它自己就会丢进来 有没有 然后就会去帮我们查 查完之后呢 它就给我新竹景点有哪一些 这样 好那我们呢 好那我们现在呢 要怎么去使用这个mcp server 如果要用这个mcp server的话 我们一定要启动它 启动之后呢 你才可以 再去这些 AI agent下面的tool这里 新增 mcp clean tool 这个 然后呢 这个 网址呢 要贴什么 就是贴这个mcp server 这里 这个adduction url 按一下copy 然后贴过来 然后这里都不用动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好 这一个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来测试看看 刚刚这里提示池这个系统讯息呢 也已经跟他说了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测试看看 我现在问他 请问高雄天气如何 好他现在回答我 高雄现在晴朗少云 天气26度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讯息 他mcp他进去呢 有没有 就转找高雄 然后台湾 有没有 然后这就是他mcp吐出来的东西 那这串东西呢 我们是看不懂 看不懂 没关系 这个lm呢 会再帮我们转成人话 这样 然后就转成这一串人话 这样 那我们就知道 现在高雄的天气了 那我们接着问他 高雄有哪些可以玩 好我们现在直接问他 高雄有哪些景点可以玩 有没有 他都会去执行这个mcp 好他现在已经也是一样 去把这个高雄景点呢 也是丢到这个网路爬充工具 丢进来 然后去找 找出来呢 他就有这一些 好这是他Google找到了这些资料 然后找到之后 他自己在整理回答我们 有这些资料 这样 基本上就是这样使用 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他 后端的执行 好有没有 第一个问题 他去找这个天气 有没有 台湾高雄 这样 然后第二个问题 自查询高雄景点进来 然后输出结果 这是他找到的东西 找到那么多东西 然后再整理给我们 这样 那你要测试计算机也是可以的 比方说呢 有没有 他也是去用这个mcp 这样 有没有 用这个计算机 他也帮我们算好了 这样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计算机的mcp 因为其实很多大语言模型 在处理这种简单的数据问题的时候 他不一定会正确 那有用这个计算机 就很好很正确 这样 那这是正常的 这种对话型的 这个 这个 M8M工作柳 那如果我要串接到LINE 可不可以 我要在LINE做一个 这个 旅游助手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 就改比较多东西了 好 然后我们 接下来要讲这个 LINE的这个 这个 trainmcp呢 哪里不一样 除了这些 这个 这个呢 我们 不可以用connect charge trigger 我们要用defi 就是自定义 然后自定义 这里呢 就是这个 body event message 就是我们webhook 可接到的这个文字讯息 这样 那这个系统的 这个提示词呢 就是 一样 我跟他说你是一个旅游助手 然后还有这个地点要转英文 那计算问题也要经过这个计算器回答 计算再回答 那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呢 这个simple memory呢 就是他会去记忆我们的对话的这个 对话的过程就对了 让他不会去中断 那 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这个body 这个key 他本来这个connect charge trigger node 这个自动的 我们不能用 我们要用defi 那defi呢 我们要连的这个是message的id 不是他自己的这个 他自己的session id 不是这一个 那这个message id 要怎么看呢 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看 那还有就是说呢 他line呢 在接收的过程当中呢 符号要特别处理过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里就是加了我这些 我这个之前写的程式 就是清理文本的这个动作 这个清理文本的动作呢 就是把一些特殊的放昂符号呢 给替换掉就对了 那这样子呢 他才可以正确的输出到这个line 那这个line message这个呢 我们在之前的第七集呢 第七集这个已经有讲过了 这个line的api要怎么去申请设定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在这里呢 就不再多说了 那要知道怎么用这个line API的呢 请再去看第七集 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工作流 我有改过非常多的东西 那既然我改的东西那么多呢 那我怕各位各位不会啊 所以我会把工作流提供给各位 这样 那我现在来测试一遍给各位看 一样我们启动它 好 我们启动它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遍给各位看 我们玩台北 好 那温度查完回答我们 然后我们再问他 我们再问他 台北有哪一些景点可以玩 好 他也回答我们了 也帮我们分类了 说呢 有这个自然的 有文化的 也有购物娱乐的 然后还有这些其他木渣动物园 猫空 那我们也可以问他 这个钱的问题 好很好 他都这样正常的回答我们了 没有错就是这样使用 那我们可以来看执行过程 他的每一次执行呢 都会去呼叫这个mcp 有没有看到 他每一次执行呢 都会去呼叫这个mcp 然后 我跟各位说这个 这个要改什么 其实就是改 这个webhook 这个 这个是抓这个 这个是抓 前面的一个文字的 json.body.events.message.txt 这样 这样 这是AIA 抓的 那如果不知道呢 我们可以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这里也可以看到 这样 那 第二个这个 这个 这个 id的message id呢 就是在这里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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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改这样就对了 那各位如果不会打的话呢 反正工作流也给各位了 就不要去动它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也可以来看这个 mcp server 这里 mcp server 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来看看 你看 mcp server 这里 第一个问题就是 查这个地点吗 好 台湾台北 有没有 然后 第二个问题呢 就问大家说 台北有什么 好玩的 然后他就帮我们找出来了 这样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 算钱的问题 我们问他 一千乘以五是多少 七千五 好 就是这样 这个基本上就是这样用的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呢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 分享 按赞 谢谢各位